早上好 欢迎收看6月5号的百隔城报 我是敏和 今天的报纸头版新闻多数围绕在上个星期六晚间在伦敦桥上发生的恐怖袭击 一辆白色的小货车在桥上冲撞路人之后 车上的两名恐怖分子随后下车开始见人就看 同时另外一名恐怖分子在伦敦桥南面的波罗市场 持刀砍人最后造成7人死亡 48人受伤 其中还有21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三名恐怖分子被警方击毙 同时12名嫌犯被逮捕 英国首相梅伊强烈谴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邪恶意识形态 因此不能再容忍恐怖资深恐怖 并且强调这个星期四的国会选举不会受到影响将会照常举行 新报头版用了改编的童谣当大标题写道 伦敦铁桥绝不会垮下来 散播着正能量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热门标签 像是hashtagsofarforlondon 为受到恐袭影响的民众提供免费的住处 以及一名网友张贴了一张二战时期 女子在废区上喝茶的照片 用来调侃和解释纽约时报报道伦敦受到两次恐袭之后 已经晕头转向的真正一死 其他的报纸头版新闻还有每日新闻揭露 家影的医院搞乌龙 让家属领错尸体火化 造成一名70多岁的穆斯林遗体被华裔的家庭拿去火化了 杏州和光明日报的头版都是在说被拆穿 捏造在吉隆坡玩直播时被掠夺的三级片港星林雅师 全国总警长卡丽说 警方会建议将他列入不受欢迎的人物 禁止他以后再入境大马 换个焦点 一庆团的副团长阿莫·法特利 促请马航和政府禁止马航售卖酒精饮品 他在脸书发表文告指出 酒精饮品会带来的困扰并且举例 今年1月一名酒醉的女乘客 在乘坐马航飞往伦敦的途中 向空服员要求提供酒之后被拒绝 而出言辱骂空服员 另外在上个月的31号 也有一名斯里兰卡籍的男子试图闯入驾驶舱 而导致马航的客机被迫折返墨尔本 对此阿莫·法特利就反问马航 是不是要等到飞机出事了才甘愿敬酒呢 不过大马旅游总会主席 韩查·拉莫却认为 伊党的说法很荒谬 并且反问伊党乘客酒醉闹事的事情 多久才发生一次呢 他指出马航不仅是服务穆斯林和马来人 马航尝试要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 伊党应该更加深思熟虑 最后把焦点转到吉丹岛 雪州巴生港口不远处的吉丹岛 今年1月创立了大马首家中文背诵克兰金的研究学院 申请入学的学生必须通晓中文才会被录取 背诵研究学院通常是以阿拉伯文教学 为什么作所学院会用中文来教学呢 原来学院的创办人莫哈莫是受到马来艳语 雪海乌鸦为行事案的启发 他也曾经在中国生活了6年因此通晓中文 并且在2006年搬到中国在广州的济南大学深造 当时更有了Machina的外号 他向媒体透露 他希望他的学生除了学习可兰金也可以学习中文 而吉丹岛是以华裔人口居多 这样的环境可以让学生更快速和良好的掌握华文 可以指出学院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学生不必穿长袍和戴头巾上学 只需要穿着红色的T恤 这就是他们的校服 他说他们不想要吓到当地的居民 而这也是他改善伊斯兰恐惧的方式 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